文學通常會讓人感覺說比較無聊 比較浪漫 不過在比利時的經濟大學 今年就提醒了 流行英白天佛 泰勒斯的歌手開文學口 那家口的高雄 他本身就是泰勒斯市長的美鳥 他說泰勒斯的歌手 稱讚用經典的文學作品 所以他希望透過一個庫典 讓年輕人知道文學其實不會無聊 電動到生活真有連結 今年新的學期 比利時根特大學 正是他 先因為流行英白天佛 泰勒斯版的歌手開文英文的文學口 各國的做理高雄 愛理麥考斯蘭 他本身就是泰勒斯的粉絲 透過泰勒斯幾年來所創作的歌手 跟英國文學的連結 讓他相信 用泰勒斯的歌客做設定點 希望他能協助 和少年人了解 文學不只是在在破過的書裡面 也不一定會是 無所謂和困難的文理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文學會更新的 我們會給學生新的觀念 因為這是一個活動的東西 它的接種都會變得很常 所以為什麼不跟現代藝人的藝人 他就是以創作的流行英國歌手裡面 正在應用經典的文學內容 包括 愛理斯 網友 仙境 《大亨小傳》 《歐德邦》 和《甘海》等文學作品 看過幾度的世代 也會利用 美舞 暗舞 來探討現代社會各種現象 包括愛情 這就是能讓少年人對文學有興趣的連結 麥考斯蘭教授也強調 這件文學後是比較奉獲全好的學生部名 不一定會是泰勒斯的分子 也不會是一禮拜花三點鐘的對親代過 重點是文學記得的討論 以及文化上的意義 根特大學是世界百名百大學 也就是比利時 它是百名第一位綜合大學 這件泰勒斯文學科 甚至是引起這麼多社會人數也想要來討聽 但是這件事在結束的時候 只要六十分身體報告跟四星底的論文 現在紐西蘭和澳洲有孤獨境大學的學者 也安勝在這萬年理解 卻對於泰勒斯所大黨的 包括性別 流行主義 流行文學 以及經濟頂面的影響 辦合作驚討會 恭喜新聞 金環 慶貞